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念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讲 开这个频道讲这个视频呢 我们这有些蛮特殊的 就是我的视频里面比较特殊 就是一字多一蛮特殊的 所谓特殊就是你一般的管道比较少 不管你以前念书啊 念英文上英文课 或者自己去买一些 课外读物来看 或者对英文去看看外国小说 或者你去买 买一些文法书来看 或者你在 在YouTube啊 Twitter啊 Facebook等等 就看人家那个教英文的 比较少 就跟这些环境比较 比较少见 一字多一比较少见 那正确发音是很有系统的 成语造极也少见 一字多一比较特殊 然后这长距破解最特殊 一字多一多多少少有看到一些 正确发音大家有多少会讲到一些 这种资源还有一些 长距破解篇这几乎没有看到 几乎没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技术 可是你说这个重不重很重要 因为外国人写文章常常很长 所以我们一般就教单字啊 一般的书啊 一般的YouTube教你单字啊 哪些单字啊 或者教你这个话怎么讲 那个话怎么讲啊 大部分是这些东西 当然有一些教文法的 但是就是针对长距怎么破解 好像没看过 至少我没看过了 所以他用这些 That rather than That and Covered 用这些标起来 我都把红字标起来 那主要动词是become 子句的动词是orient pursuit is 那你说这个 他这个是不是 这个子句动词 当然也是 但是还是要把它分清楚 一个句子啊 这样叫一个句子 它里面句子因为长嘛 它里面一定有子句 都是子句 但是有主要的子句 跟次要的子句 但一般的 一般的文法 所以一般讲法 就全部叫子句 但是这样子分的不精确 我们就说有这个 绿色的子 绿色动词叫主要子句 主句 我的讲法是主句 那其他的 黑色就是子句 当然主要子句 它也是子句 但是我们不这样讲 就主句 跟子句 叫做比较清楚 当然都是子句 他用become 是主要子句动词 Orient 跟pursuit 跟ears 那就是子句动词 但是最麻烦就是子句呢 它有分层次 为什么 主句就是很单纯 就是一个主句 主要的子句 不是主要的句子 是主要的子句 那子句呢 有子句中的子句 所以子句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单纯一个子句 打完收工 另外一种就是平行的 连接的对等的 两个三个对等 那最麻烦第三种 就是子句中的子句 甚至有子句中的子句的子句 三层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当然我们应该去分了 子句的动词是heisen 比如说子句中的子句的动词 再用别的颜色 这样子会更清楚 但是没那么多功夫了 以后也许会一定要去分 目前就这样分 所以这个黑色的动词 还要分子句的动词 跟子句中的子句动词 甚至可以子句中的子句动词 可以分三种颜色 现在没有那么大功夫 但是这边口头上先讲一下 所以以后碰到 万一子句有很多层的时候 子句一堆 子句动词一堆 然后动词里面分很多层 那碰到的时候再去 再去把用颜色标出来 我们先了解意思 麦克阿瑟 我们先告别一眼 说老兵不死 二次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结束 二次大战结束 所以麦克阿瑟这个是 争议性非常大的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Epicong他变成了 他动词在这边 变成很重要 vital就是 他几个意思 一个就很重要 一个就是很有活力 很有活动力的 他好几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英文 单词要看多低 所以有人说 单词学问没那么大 就是你背得多背得少 这个观念是 错终之错 太错了 单词的学问最大 有人说 你单词背那么多 不错 但你要多看句子 要多看文章 多看句子 多吸收 多听 训练听力 这些都没有错 可是单词是 蹲马步 你马步蹲不好 你怎么打 有人就说最好 赶快 你就烧灵士教我 赶快 赶快教我 这武打的招数 我去打听一下 所以那个和尚说 那你到别的地方去 我来这边 最起码 前面一年两年三 叫你拿水桶 叫你砍东西 叫你做饭 蹲马步 这是基本功 单词是基本功 为什么 他有一致多意 有一致多慈性 而且单词里面 什么问题最大 线细词的学问最大 连接词的学问大 关系代名词的学问大 这些学问很大 还有一些副词 副词学问大 还有一个字 有很多词性 一个字很多意思 就像是陷阱 大概这个意思 在这种情况之下 比抗他会变成 一个很重要的 直居了 用个关系代名词 that that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关系代名词 一个是重属连接词 就是怎么分呢 他前面如果是名词 人是诗 诗第五 他就等于是which 或者who 这些东西 他就常常是关系代名词 如果前面不是 不是名词 那就是重属连接词 跟直句的 他不能接主句 可以接主句的呢 是and or but for since since不是and or but 或者for yet yet y-e-t 或者nor nor 或者so 这几个 大概六七个 这种 其他的什么 that if weather when because 这些都是重属连接词 这边关系代名词呢 就是 这是 这个不是关系代名词 因为vital是形容词 这就是重属连接词 因为vital刚刚看成名词 不是 他形容词 这个很重要 这是重属连接词 也是直句 所以这两个意思差不多 就是 that不管是 重属连接词 跟关系代名词 后面都是接直句 只有文法上 他有这两个名词 就是可以变得很重要 怎么样重要呢 就我们的国家 Orient Orient就是适应环境 或者是 主导一个政策 就是让你 适应一个新的方向的意思 Orient 所以Orientation 比如说它是方向感 方向感 方向 或者我们新生训练 Orientation也是 新生训练 用这个Orient Orientation名词 为什么 新生训练 就是要适应环境吗 就是我们要适应什么东西 或者我们要 我们要把我们的方向 搞清楚 变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主导 我们的方向 政策的方向 要Incouncilance with 成语 一般我们以前叫偏语 其实成语跟偏语 是不一样 就是一致 就等于是 Inaccordion with 就是一致 我们的新的政策 要改变 要主导新的政策 变了一个新的什么方向 要什么跟一致 要和这个 Basic 最基本的 进化 Evolutionary 形容是进化的一个状况 要符合 就是简单讲 所以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很绕口 就是要与时俱进 要符合潮流 这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这个字面上的意思 看了半天很累 但是我们真的 第二层就是 要真的了解 实在的意思 讲那么多 如果我们用一般翻译 用一般的字眼 或者电脑软体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会变着很有生命力 因为它输入的时候 输入生命力 它不翻成重要 我们的国家 要新生训练的政策 看不懂 要符合基本的 进化的情况 也听不懂 Rather than 与时俱进 符合潮流 要这样做 Rather than 而不要怎么样 就是跟什么比 我们应该要与时俱进 而不要是什么 Rather than Rather than 后面也可以 也可以是名词 名词 名词的这个 片语 也可以加一个动词 这边就是 这也是直居的动词 而不要去 所以这两个对等 Orient跟Pursuit 而不要去追求Pursuit 追求一个Course 一个进程 Course意思很多 就是一个道路 一个道路 也可以是球场 但球场是Court 就一个道路 一个路途 而不要去追逐一个什么路途 Blind 这个路途是看不到 Reality 看不到现实 就有昧于现实 与现实相反 而不要去做一个 跟时代潮流相反的一个道路 所以这个是子句中的子句 Dead 你看 前面 Rather than 戴出一个子句 有一个动词 这边有个子句中的子句 That Reality 这关系代名词 前面是名词 就是这 殖民 殖民主义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 它这个子句动词 Yes 已经过去了 再加一个连接词 以及呢 这边 标错 这应该是 动词是绿色的 And 这跟这个Covid 跟Is 是对等 因为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以及呢 亚洲国家 亚洲人民 因为它为什么 People 不是不加S吗 可以 有时候可以加S 你当人们 人的时候 人们的时候 它集合名词 不加S 可是有原则 不有例外 民主 看来可以是民主 由不同民族 构成了人的时候 可以加S 就是亚洲各种 菲律宾人 马来西 马来人 韩国人 中国人 台湾人 日本人 所以可以加S 就亚洲的民族呢 Covid 就是垂涎 就很希望的意思 希望 能够得到 这个right 争取权利 因为那时候 时代背景就是 亚洲 要脱离殖民 殖民统治嘛 他们希望能够 争取权利 然后 shape 重塑 重新塑造 他们自己的 自由的命运 所以呢 麦克阿瑟说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们的新的国家政策 要符合潮流 但是 进化的潮流 什么叫 进化的潮流 就是 殖民地要解放啦 大家要 国家要独立啦 人民要平等啦 君主 这个 专制 慢慢要 退出舞台啦 我们要与时俱进啊 要符合潮流 而不要去 追逐一个 走一条什么道路呢 就是 有魅于事实 那这个 看不到这个事实 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我们看不到 只要路就错了嘛 看不到这个 殖民 时代已经结束啦 没有啦 没有啦 而且亚洲人民 都希望 能够得到权利 然后掌握他们自己 国家的命运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这很重要 我们美国的政策 要这个 与时俱进 要符合现在 民主潮流 而不要去 看不到这个 一些事实 而不要去 无视于 这个殖民主义 已经过时啦 以及亚洲人民 希望独立自主 而且这样不就是 很清楚了吗 不然的话 你看那个字 你看字面以上的意思 来解释乱七八糟 所以它主要动词是 becomes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红字 用that rather than that and 串起来 所以红字是关键 黑字是它的 这个 子句的动词 所以子句 这个是子句大动词 这子句的小动词 两个小动词 所以我们把它念一遍 是不是我们看意思 就可以了解 句子为什么变长 不然的话它主要的 一个句就完 it becomes vital 就结束 三个字就结束 就一个句子了 主词 it 它是代名词嘛 代名词也可以 也可以当主词嘛 代替名词嘛 动词 becomes vital 动词不语 vital 它 句子可以不要有受词 受词是 一般是有 但它可以没有 主要就是 主词动词就好 甚至有时候一个动词 动词不能省略 主词可以省略 其他不语可以省略 受词可以没有 它动词一定要有 所以它这个句子 it becomes vital 三个字就结束了 加一个句点 period 但是你看 它可以变成 51个字 就是用这些技巧 我们念一下 这是意思懂了 念起来会不会就了解 它为什么句子变那么长 这样是不是就了解 所以我们念到转折字的时候 念到像这种红字的时候 我们要念特别慢 或者念到动词的时候 要念特别清楚 这样子 我们才表示 我们对句子了解 人家听起来会 听得比较清楚 这句讲到这里